哈喽大家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杨森斯的节目 我用手机在拍摄一些岩石照片的时候 发现手机不小心从三脚架上掉下来了 所以我找来从市场上找来找去的话 我现在找到了一款曼福图的手机支架 从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这一款 因为曼福图本身也是一个做三脚架 非常知名的一个厂商 这款在手机支架中应该是非常高端的一款产品 我相信它的质量 它的做工和设计也是非常一流的 所以的话今天我们就来做手机支架的开箱 好的那我们快速的进入开箱环节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做曼福图手机支架开箱 我们先来看一下外包装 外包装的话 正面可以看到它是可以折叠成一个垂直的形状 也就是说它是非常利于说 可以方便的携带 然后如果需要去夹手机的时候 可以做一些旋转 这样的话可以方便去固定手机 这样的话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设计 底部的话是有一个就是固定好三脚架之后的一个形态 实际上上面是有个热靴是可以固定一些比如说闪光灯啊 或者一些这个画筒啊等等相应的设备 实际上给大家演示一下它是怎么样去做一些折叠翻转之后呢 变成可以固定手机的一个形状 上下可以一个旋转的模式 然后呢这边也固定了 显示了说它的啊 对手机的一个要求就是 最小要5.8厘米 最最窄5.8 最宽可以达到8.2厘米 也就是说它是有这个范围内的手机 都是可以使用的 我相信它经过设计的话 应该是能够满足大部分的手机的一个需求 好的啊 那再看一下侧面 侧面的话因为我这个买的是一个行货 行货的话是有一个这个 国内的这个曼谱图商贸公司的一个logo和一个二维码 包括有一些这个 防伪的一些信息啊 就介绍了 嗯 这里有一行小字啊 可以显示 它的这个为什么价格不分 意大利制造 那肯定成功不够低 嗯 另外的话侧面也有中文 中文中文的话写的是iPhone 级智能手机通用支架 所以iPhone和其他智能手机是不一样的 iPhone级智能手机 so what ok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做做开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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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这个导 什么的看不见 是有一个黄色标签 啊 不用读系列啊 还是怎么去加这个手机的 啊 后来有一个instruction 啊 有个说明 说明怎么去固定你的三脚架 啊 怎么去 好 告诉你不要去捏它 应该去旋转 然后固定 ok 好 另外它其他的一些配件 比如说是补光灯啊 像脚架啊 然后一个简易的这个手机是这样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哦 啊 它的这个 底座已经就在这里了 嗯 拿到手上的第一感觉是确实是 嗯 非常的 有质感啊 当然不会特别轻 因为它这个看起来是金属为主的一个结构 然后呢 嗯 黑色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是一些这个 这个 胶垫 包括有些橡胶 因为这个两侧的话实际上是橡胶啊 这两侧的话是橡胶 然后的话 嗯 这个 是有一个固定的这个 固定的这个旋钮 嗯 made in 意大利制造这里 同时应该是标明的 顶部的话 这个应该是一个热靴口 看一下 怎么去转啊 怎么去全转呢 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 好 底部啊 嗯 可以看到旋转还是非常简单的 嗯 再看一下 嗯 嗯 并没有一个锁止 装置 但是的话呢 旋转起来非常简单 嗯 然后 把这个 后面固定的这个旋钮旋开来 嗯 就可以做深色的滑动啊 在滑动的这个底部的话 看起来是有一些油啊 看起来有些油脂 嗯 应该是有些这种滑动 嗯 是比较深色啊 去滑动它其实是比较深色的 但是 嗯 可以感觉到这个质感其实是非常没错 ok 那我们来加一个手机试一下 好的 那我这里的话有一个这个旧的iPhone设计 试一下 首先把它拧开了 然后呢 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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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在背面的这个锁纸装置的话 把它旋紧 旋紧 旋紧 那这样的话 呃 看起来是非常牢固了 非常牢固 非常牢固 这 看起来是非常牢固 力度也没有问题 这本身它是力度也是没有问题 是不是有个角度 没 所以 我们来看 我们的手机能去调整一个角度 然后它最后变成一个固定的一个支架 就像我们的一些手机支架一样 八爪鱼的这个底座 那我来试一下固定在这个八爪鱼这个时候怎么样 所以我们把这个八爪鱼这个把它给打一些MASK ok 然后可以看到 啊 啊 的快装底座啊 标准的这个 是一个标准的这个 就是 啊 哇 三角架的一个接口 ok 那这样的话 我的这个 啊 底座的一个安装就是这样 啊 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牢固 非常牢固 我觉得没有任何提升值 我觉得顶部的热靴固定一些这个 啊 比较大的收身装置 收音装置都没有问题啊 看起来是非常的冷酷 当然你可以 啊 这样手持也没有问题 啊 ok 换一换 当然我没有其实没有固定特别紧 但是我觉得换一换 嗯 应该不是问题 ok 因为我手头的这个 啊 话筒的话实际上是正好是正在拍摄使用 所以我们就 就去做这个热靴的一个测试了 这个热靴的这个底座实际上手感也是非常不错 它也是磨砂设计 啊 甚至比一般的这个微单或者是一些 嗯 连架单团的这个 这个手感都有好 啊 当然那些可能相对说是金属为主的 ok 那当然其实除了这个手机支架以外的话 它另外还有搭配这个手持的一个 啊 啊 配件啊 包括有个 横的支架 那大家感兴趣的话 或者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说应该 这个手机支架啊 基本上可以满足的要求啊 去搭配一些 我平常使用三小架去试 就可以了 但其实上就是一个云台的作用 然后大家 好的 那这期的这个慢幅度手机支架啊 大家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有种问题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好的 嗯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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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